好 我們請教一下 艾菲爾老師 什麼星座的女人 特別喜歡那種大哥級的人物 我相信觀眾朋友 不管是你在哪一個年齡階段 如果說你沒有遇到過 這種黑道大哥 心裡面總是會有一個幻想 以前看小說的時候 看言情漫畫的時候 好像有這種霸道總裁 非常的溫柔 又多精又體貼 而且給你滿足很多的夢想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太陽星座 上山星座 以及金星星座的 哪一樣的一個特質 你會有這種 愛上大哥級人物的可能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陽上山 金星 如果是落在雙子座的話 女生的部分 你會想要有愛上大哥的 這可能性是來自於 你的想要追求刺激 那並且你去有想要 征服對方的感覺 不只只是男生要征服女生 其實有時候雙子座的一個女生 她的玩心也比較重 而且她也比較追求刺激感 有一種文青上班族 或者是一些比較理工男 對於雙子座來講 但是這個男生太無聊了 太無趣了 雙子座在愛情當中 他們想要追求刺激 會覺得說 能夠跟大哥級的人物交往 這個江湖這個故事 她覺得好精彩 而且女生會覺得說 我征服了一個男生 自己的魅力 也有加分的可能性 再來看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天蠍座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來賓 碧燕這個部分是上榜的 上升星座就是天蠍座 碧燕是獅子天蠍 處女處女 獅子天蠍 對 其實天蠍的特質還滿明顯的 上升星座是天蠍座 人家都說天蠍座的女生 有魅力 而且有神秘感 我覺得碧燕會吸引到 這個大哥級的人物 也是來自於碧燕自己 本身有這種 好像有魅力跟神秘的特質 但是天蠍座也會喜歡 大哥級的人物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磁場接近 而且彼此是屬於互相吸引 天蠍座有大哥的磁場 有 有 因為 我有魅力的磁場 磁場 但是這個天蠍座的魅力 其實也是會讓男生特別著迷 會覺得說這樣的女生 具有神秘感 好像能夠滿足大哥的 自己的一種想像力 所以我覺得 天蠍座跟大哥的這種磁場的接近 其實是來自於他們 就覺得是說 好像跟你的相處跟交往 能夠滿足大哥自己 比較那種寂寞的一種特質 所以我覺得天蠍座 是來自於磁場接近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 牡羊座的話 也會喜歡大哥級的人物 其實牡羊座的女生 大家都知道 他們性格比較強勢 有男生的這個愧靠 男生的這個魅力 但是對於牡羊座的女生來講 他覺得愈強則弱 他需要有一個更強勢的 這個男生的形象 在自己旁邊以後 這個牡羊座的這個女生 才會變成溫柔小貓 才不會是一個 母老虎的形象 所以牡羊座的女生來講 是愈強則弱 那麼他們內心裡面 是想要被照顧的 以上有上榜的朋友 雙子座天蠍座以及牡羊座 都是能夠會比較喜歡 大哥級人物的一個女生星座 來 講到說有的時候說 誤入歧途 有的時候也是逼不得已的 你說那個基礎 或者人生的命運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請到一位特別來賓 畢宴 這樣一個女生 說到底是什麼樣的痛苦 把一個年輕漂亮的女生 逼到殺人 畢宴就是因為 不堪男友的家暴 在二十一歲的時候 妳在二十一歲的時候 槍殺了男友 然後入獄九年 對 看不出來 判刑十四年 判刑十四年 然後關了九年 妳是十九歲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看起來 很有力 很MAN的黑道男友 妳以為找到了避風港 對 在一起三個月的時候 才發現說他會打人 然後戰友慾很強 然後說就拿那個監聽手機 給我拿 就是他就給我一支手機 叫我一定要拿著 在他們的世界 他們叫我幹什麼 我沒有反駁我的語地 我也沒有選擇權 那時候就拿一支監聽手機 那支手機可以現場 收現場的音 也可以在 我跟人家通話的時候 收我跟對方的聲音 對 所以那時候就拿那支手機 就會壓力大 因為就每天就是 在家裡很無聊 然後看那支手機 就覺得說那個 就覺得有點被偷窺那種感覺 被監聽 進去監視的 然後我就那個 有時候就給他 就給他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結果不小心被我破解了 然後破解他就說不到聲音的時候 他就第一次打我 就是這樣 是喔 你從小 說你自己的家庭 你從小也是 擔心家庭長大了嗎 對 那你在什麼樣的環境 認識這個男朋友 在那個KTV 朋友唱歌的場所 你還在唸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沒有在唸書了 十二歲就載學了 十二歲就載學 怎麼那麼早就載學呢 因為那時候 剛上國一的時候就被霸凌 連續被打了三次 被學姐打了三次以後 我就覺得我不想再去學校 我去學校都在被打 為什麼只有這種學姐 我會成為霸凌的那個目標 就是因為我沒有哥哥姐姐 我是獨生女 如果當時我有個哥哥姐姐 堂哥堂姐 或者是我家裡有什麼 就是像一個 很貧背的一些 對 貧背的 所以喊得出一個 有志是我哥哥 沒錯 高警官是我乾爹 沒錯 都有用 難怪會挑上那樣的男朋友 我說我就是都沒有 所以我就是都沒有的狀態 像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同年級的先試探 然後後來就高年級的 在試探 覺得真的都沒有人出來 就是前面會先打打鬧鬧 欺負一下 小欺負 然後後來真的都沒有人出來以後 就大欺負 就直接鋁棒拿出來打 問題是你也沒做錯事 為什麼要打你 就他們而言 因為他們一定會灌一些那個 莫須有的罪名給我 邊理由 說什麼 我瞪他 其實我也沒有 我也不敢看人 我那時候很自卑的 我正眼 我都不敢看人家 因為我覺得我很危險 對 我常常 我們同學就已經在欺負我了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我發育比較早 什麼意思 就是我那時候那個女性特徵 在國藝的時候就已經 身材修厚了 我就穿內衣了 那是女生之間 這個是會 很多 那時候我穿內衣的 這一件事情 在我們那邊變成衣類 其實我國小就變衣類了 國小六年級我就穿內衣了 那時候就已經覺得 自己都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也會指指點點 男生也會跟你玩 就會跟你談肩帶幹什麼的 女生看來 男生去談我的肩帶 他會覺得 女奶很痊癢 他們不會覺得男生怎樣 他會覺得那個女生很痊癢 他會覺得是男生的不對 覺得是你勾引男生 對 誰拿女棒也太狠了吧 國中生 那是女生 那是我最嚴重的一次 那時候我已經打了 第二次 然後八個學姐 八支女棒 打歪了 好狠喔 所以妳就輟學了 結果我隔天 沒有 隔天第三次打 又第三次打 叫人家來問我說 會不會痛 撿別人 那個你有沒有怎麼樣 會不會痛 我說不會 我只是這樣講而已 我怎麼可能不會痛 結果當天又被打一次 OK 之後我就不想去學校 又沒有人家要課 所以這個真的是 很想尋求一個靠山 對 然後之後 其實我也不敢跟家人這樣 講我的情況 因為我爸爸也是跟我 我爸爸是屬於那一種 我有發生什麼事情 就一定是我的錯 他的教育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跟他講 然後我就直接敲架 我就直接敲架 輟學 所以妳就在外面 跟朋友玩的時候 就碰到了這個 黑道男朋友 覺得找到靠山 他對妳好嗎 他們吸引妳的時候 都沒有對我好過 那妳 他們的那 他們吊吊就是一副 玩世不公啊 妳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怎麼會對我好 是怎麼 但是就是因為我的心態 有已經 那時候已經偏差了 我一心裡一 就是想要找那個 搶惡有力 對 有社會那個有黑道能力的 比較會啥 能夠保護妳的 小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找混混 然後長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找兄弟了 然後看 就是希望能夠保護我 那他的出現 是我當下 我的生活圈裡面 最大尾的 那我就覺得就是他 最大尾的 對 他的邏輯 當下我的生命裡面 最強壯的 對 對不對 最有 最有力的 我們就想要找 保護我的意義 是 來 我們有時候朋友之間聊天 很多女生在開玩笑 你們很多女生說 我好喜歡跟黑道大哥交往 做事啊 對 做事啊 當大嫂這樣 也是 怕老少女好歹 說可是其實沒有這樣子 問一下高警官說 黑道大哥的女人 其實也不好當 跟你們說那都是空的 那都是假的 真正黑幫的大哥 人家說康法 康法 他自己會有把他的老婆 藏在家裡 他不會帶出來的 那我們以為說 當大嫂的可以出門 旁邊都是小弟 很多人 大嫂都這樣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七 小八 才會這樣 那些大哥一定都會在 風月場所認識這些人 風月場所 八大場所裡面的女生 只要看到大哥敢 撿錢 錢就是他們的爸爸 錢的阿樂 那黏就他們的家 所以他出去 他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跟了哪一個老大 真正的老大 他們已經很低調 會在外面說 他是老大的 包括說堂口 任何一個堂的堂主 還是什麼堂 不管什麼八棒堂一樣 哪一種都是騙人的 女生很小 我在少年隊 那個小女生十二三歲 開始就跟八家將在一起 八家將的前面上面的老大 看到這女生飄到 來往你家道上 一層一層往上去 然後走到國步你中小 推你去上班 你可以給他上班 所以在風月場所裡面 會認識到的有一些幫派 包括不要說是黑道 包括很多政商民流 他也是在外面認識那些 小三小四 出去外面帶出去吃飯的 其實都不是真正老婆 你沒有一個老大會把自己 窩裡面的真正老婆 幫你生了孩子 那些嬌子就沒有 不可能 你到現在看到所有的黑道老大 包括我們唸得出來的 他也不可能把他老婆帶出來 可是你現在看得到每個老大 旁邊的女生都很漂亮 然後開了進口車 跑車什麼 那些女生都是傻瓜 你們這些有一天 那個夜路走多會碰到歐巴客 歐巴客是什麼 看了鬼 因為他會喜歡你一個人 不是喜歡你的靈魂 他只是喜歡你的外表 當你的外表給他拿走了之後 你的靈魂自己就飄走了 所以省慎 真的省慎 那畢業 你經過這些過程 現在還會有人說 你要跟我討論嗎 然後你會 你會有機會碰到 還是會有 那你現在會講說 不要太多 我現在都覺得 因為我現在都覺得 就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我自己過好 我自己的日子 做我想做的事就好 應該 也不會想要再回到 像以前這樣 還有人敢跟你開口嗎 有啊 他們沒有看到前居之前嗎 沒有 有什麼慢性自殺的程 大家會有一種心態 想要獵棋 想要什麼 想要獵棋 獵棋 就是收集一位 對 對 想要征服我 征服就是說 我現在到底這個 你怎麼知道他以前是這樣 對 這種心態是不是 對 我們這個 對 就是這種心態對不對 對 這樣 這感到無機不優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睡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